冷冷的天 吃個鍋好舒服 還能看海療癒心情 基隆這家火鍋店 在當地擁有超高人氣 但想吃可得趕緊把握機會 臉書發文指出 朝靖店因為租約到期 二房東想收回自己做 無法續約將在11月27號結束營業 去瞭解這位二房東 原先是房仲 後來跨足做西餐 現在要把店收回去 繼續擴大餐飲版圖 郭老闆辛苦經營 撐過疫情也培養了鐵粉 說不會捨不得 絕對是騙人的 但他也早就有規劃 那是我大概知道 他確定不會煮我 我在一年前 大概就布局了 假如是一個人 他可能是新手 或者是沒有比較本錢的 可能就是被這個房東直接吃掉 未來咒語新知 還是可以到北寧店用餐 消息一出 不少民眾好不捨 已經把剩下的假日定位訂報 如今又一家知名美食即將熄燈 美好回憶只能說再見 取消新聞從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這個革命令 保育大家 搭回了